這次我們就來到台灣的台棒 台灣算是把福建瓜推向 中文流行音樂重要的推手 現在我們可以從這島 找到什麼特色的超帥家 嗨 她這個專家跟安逵 我們今天終於來到台灣去了 繼續要找這個 唱福建瓜 出到最優秀的豪華姨 可以代表台灣來到馬來西亞 來 拚一下 恭喜這位俊翔 第二位吳瑞峰 最後一個名額 她就是林芳瑋 我看到這個比賽的時候 因為我剛好那個時候人也在泉州 然後我看到你們可能在那時候 過去那邊拍攝嘛對不對 然後我就看到電視台 怎麼有這個比賽 然後我就回去搜尋一下 台灣區也有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說 我可能年紀也不小了 其實我也不太想要再比賽 因為你年紀越大 去比賽那個包裹越大 對你比較 越不能嘗試那種 失敗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說 我還有要不要去比賽這樣 然後剛好我朋友那邊也在鼓勵我說 就再去試看看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我也嘗試看看 去看能不能爭取到這個名了 就想聽你 是一種無憾的絕望 我贏感我真心 奉領好我 用心的未來一杯健康麻麻 你是我今生來生 最漂亮的伴 當時促唱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學的歌都是一些 比較普通話啦 國語歌之類的這種 這種歌曲 然後有一次我覺得 就是剛開始唱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客人 點歌上來嘛 然後我就發現 上面的歌單 裡面有十首 裡面有八首 都是閩南語歌 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沒辦法 這一定要去練這樣子 然後我就 那時候就 開始狂練閩南語歌這樣子 就是在 一個月裡面 大概練了三四百首 早期的話 還沒有覺得說閩南語歌 對我來講有這麼大的吸引力 可是在學習的時候 我就覺得 怎麼這種歌可以這樣唱啊 因為你在唱國語歌的時候 是沒有這種感受的 因為它比較貼近你的那種生活 然後而且它是比較早一輩 其實這些歌 在小時候都應該有聽過 這些旋律什麼什麼 可是 不太會唱這樣子 當你把它學起來之後 在這些治理行間裡面 你可以體會到一些 我們比較早期的那些 爸爸媽媽那一代的那種生活這樣子 可以代表台灣賽區來到馬來西亞 這一位就是 吳瑞峰 有機會的話 當然也是希望 可以把自己的歌曲 然後帶到全球歡喜來卡拉 然後唱給全球的人聽 這樣 分享一下 我從小的時候就很喜歡唱歌 那在讀大學的時候 曾經參加過一次歌唱比賽 然後當時到第二名 那後來畢業之後 退伍之後 因為家庭經濟人因素的關係 所以就拼命地打工 然後就放棄了唱歌這一塊 其實呢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都沒有放棄自己的夢想 過了這幾年之後 剛好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跟時間 所以我就拼命地運動 然後騎車的時候也唱歌 跑步的時候也唱歌 打球的時候唱歌 所以我覺得今年我準備好了 剛好又有這個機會 可以報名這個比賽 來吧 讓我們恭喜這一位 俊翔 就是你 在得知可以代表台灣 到馬來西亞比賽的時候 我心裡非常激動 也非常感動 因為這代表著我的夢想 會向前進的一大步 我希望到了馬來西亞之後 我可以盡我的全力 發揮我最好的那一面 唱我最完美的歌 給更多人聽 和大家分享我的音樂夢想 《沙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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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我20歲的時候 我都是有在比賽的 可是因為一次的比賽 讓我很氣餵很挫敗 所以我就放棄了歌唱 因為我的父親總是跟我說 你去唱給人家聽 你唱給牢 你不要動作比賽 你就唱給我聽 你這麼好聲音 你應該要讓大家聽到 發現他有一點有唱歌的天分 我希望他唱給人家聽 因為他的歌聲那麼好 常常叫他去比賽 他都不想要比賽 為什麼他當時好像是 這個唱歌的路 不太喜歡走這一條路 我的工作是證券金融業 它是一個非常嚴謹緊緊張很正式的工作 那壓力很大的一個工作 我也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去參加很多歌唱比賽 我爸爸今年80歲了 我開始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想要讓他高興讓他開心 所以我就開始參加我們基隆 比較大型的比賽勞工杯比賽 我就開始地學唱台語歌 這個應該感覺不是路過的 我真的是路過的 真的嗎 路過的可以穿這麼漂亮 我覺得很驚訝就是說 連路過都可以唱這麼好 我到現在還覺得這是夢嗎 對我來講我好驚訝 因為我覺得會唱歌的人很多很多很多 聚集這麼會唱歌的人一起 我很有榮幸 那我覺得我很高興另外一方面是 我給了我爸爸一個很好的禮物 因為他總是希望我的聲音感 可以讓更多人聽到 他可以代表台灣話 幫你們馬來西亞去唱歌 很光榮的事 希望他拿到很好的成績回來 媽媽替他加油 全公司的同事都會非常的 在台灣這邊非常的祝賀你 然後祝福你這次能夠齊開得勝 加油 你能夠代表台灣去參加國際性的比賽 那你希望在這次的比賽裡面 你有很優異的成績 然後祝福你加油 加油 希望您能馬到成功一名驚人 加油加油加油